我就是突然被Cue上來 所以我其實也是還是不知道要講什麼 其實我今天來就覺得還蠻感動 因為其實我現在住的地方在辦附近 然後辦公室在附近 然後在這邊有一群人在這裡說很習慣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每次經過的時候 不管是不是禮拜五的晚上 都會習慣性地想往這個地方看一下 然後就好像可以看到一些熟悉的人在這邊 所以今天第一百集就覺得還蠻感動的 然後也覺得蠻感傷的 不過相信接下來有很多機會 大家還可以再見面 所以其實還好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 大家會覺得像去年選完之後 社會的力量好像有點可以回家的那種感覺 不過其實我們會覺得真正的努力才剛要開始 像我們現在都做卧草的工作 卧草它成立的一個理念就是要建立一個好母好名 因為我們覺得我們做小口小名是不夠的 然後要做一個真正的好口好名 這一條路是非常漫長的 不管是其實選舉選贏的 但是很多裡面上的事情是我們要繼續去堅持去捍衛的 而且要繼續跟不同品場人去辯論的 這都是我們要繼續做的事情 還有很多事情沒錯 包含像當產的問題 像是轉型正義的問題 都需要大家繼續關注 那卧草普惠無雙在今年剛剛才做了第二節奏的改版 然後大家可以上去看 現在也可以在上面去問立委的問題 之前在選舉前我們有做市長疑問嗎 那在選舉後現在我們已經開始可以去問立法委員了 那甚至在選舉之後我們會去做一些選舉前的專案 所以直接下一道我們明天選舉 1月19號的選舉之前 陸續就會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例如說像黨產的事情 那我們最近可能會開始做一個專題 我先透露一些給大家知道 大家覺得黨產這件事情好不好玩 那它其實很好玩 黨產這件事情 朱主席說 只要有不當的黨產 他們願意歸還嘛對不對 然後可是到現在他還沒有歸還任何一件啊 但是大家覺得他們有任何有當的黨產嗎 啊每個都管不到嘛 所以我們現在可能會做一個專題 那個專題就叫做 他們現在做個OpenKMT的網站對不對 我們就做一個OpenKMT之國家寶藏 全部都是 反正整個國家都是他們的藏寶庫嘛 到處都有黨產的東西啊 然後我們接下來就是 每個禮拜 禮拜天晚上我們就PO一篇黨產的開箱文 但是我們有機會 然後這禮拜 我就PO 圓山飯店 這禮拜我就PO開 我回家開 打開一個箱子 然後聽到一個箱子打開 哇 就是圓山飯店 然後開始來找圓山大內的歷史 那為什麼他國民黨可以入股 找一些天然氣公司 為什麼國民黨也可以入股 什麼都可以入股 然後接下來每個禮拜開一個箱 然後最後問他說 朱主席你覺得有沒有當 然後每個禮拜 連續五十個禮拜 弄到他選舉前 看他要不要把黨產還給我們 這也是針加 幫助我們 把榮統專家 嚴重的幸福好感的 幸福度的好機會 大家都沒有賺到錢 可是你每個禮拜開箱之後 你就賺回幾十億了 每個禮拜上半天有幾十億 像每個禮拜奧心電腦電腦電腦有幾十億 每個禮拜都可以幫大家賺很多錢 然後國民都有小學信 我相信這個國民的幸福感也會提升 那希望接下來這段時間大家可以繼續加油 然後我們一起繼續關注國會 然後繼續關注國潮 然後一起幫這個公務社會發 國家英文匯爛 謝謝 好 秀劉醫師 好 王舊劉醫師請劉布 謝謝